日本商品的商品 中國商品的商品 將他這邊用原代資料 就好 會是這樣子 這邊一對可以輸 像這個的 像這個的一對三 我們燒到清潔的保養器 所以我們燒到清潔的 這樣可以啦 這樣弄乾淨 弄很漂亮 大家都很滿意 這樣樹造不好 那以後 因為這邊以後 裡面就像我們前面會保留嘛 對 然後大概我們縱口 這邊也要保留 這個也要拜託所有的部份 朋友 一起來協助 有些大家得不了解的 那縱口來協助這樣子 這樣整個事情做會很完美 那也補了大家的期待這樣子 我們共同來監督 共同來提醒我們施工單位 其實我們老闆也很認真啦 我們就要提醒 對 提醒大家交通意見 這樣實際上做很完美 那今天也能夠將他做一個 很棒的一個引擎這樣 好不好 那這邊我還有一點請求 這邊的話 這邊我們跟你們溝通 你們這邊要綁 我原則上 我覺得說 要綁我尊重你們啦 但是齁 上頭的部份 我需要都要拿掉 好不好 這部分我相信那天 上一代我已經講過了 這部分 因為大家 我們也需要做 這個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 這上次以單一為止 你跟我橫色OK 我沒意見 那我尊重你們 但是能拿掉拿掉 不能拿掉 比如說我 對不起 這是大家一起來做 對對對 這其實都是 對 這我們等一下會處理 對 這我們等一下會處理 對 那這就 這個很做 把石頭整好以後 裝支架 然後鋪土 整地 然後花明天才種 今天只是把它整理乾淨 那未來還有預計要做哪些工程嗎 在這幾天 沒有沒有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 就是 今天就是來整理 把那個石頭撿起來 撿起來以後 然後整地 然後做支架 防台嘛 然後再鋪土 鋪土 然後明天再種花 這一個工程 以防台為需求 然後把石塊撿十之後 也是 就是說要保護樹木的那個生存 然後再來就是 附土跟美化 那實際上原來石塊部分 還有就是 這些 這些 泥土的這裡面的養分 或什麼這一些 其實 稍微再多附一些土 讓它 更健康這方面 大方向原則上是OK的 如果能夠他們在這個整理的過程 如果有發現 樹木的損害 或什麼能夠 妥善的加以一致這樣 那目前上面 樹木上面的狀況看起來是 稍微算良好 所以他們是覺得說 就按照他們原來的工序 那他們原來工序 就撿石塊 荔枝架 然後附土 然後種草花 那 另外我們第二個訴求就是說 因為那個遠雄他們自己 就是說 因為這個工程原來是 遠雄粗暴斷根的移植工程所引起的 那這個 部分 應該是要由遠雄來買單 而不應該由公堂 由 情同我們納稅人買單 這是我們比較堅持的 另外 由於他們要做這個工程 然後 警方跟我們協調說 他們要 就是說 要求我們拆帳棚一試 那因為 雖然官方的 原地保留這個訴求 原則上我們感受它的誠意 但是呢 在這個 陸行變更的協調會 尚未召開 尚未定案之前 我們重申 我們繼續 在這裡 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帳篷會帶這個 確定的這一個協調會 已經完成我們 原地保留的訴求 或者是 它已經有白紙黑字的公文 比較有往這個方向 這樣的話我們才有可能會接受 所以我們還繼續持續 那今天 有關於我們訴求的 大部分他們都有善意回應 所以我們原則上 也是盡量以監督為職 就是為主這樣